来关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 我国今天是新增了22宗的确诊病例 当中17宗是本土感染 而另外5宗则是境外输入病例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是6894宗 至于死亡病例则维持在113宗 人数没有增加 而今天一共是有59个人治愈出院 另外随着开招节的脚步逼近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想要跨州回乡和家人相聚 卫生总监诺西山就特别提醒大家 截至目前在全国累计的 6000多宗确诊病例当中 有971宗的确诊病患曾经跨州活动 而这个数字占了总病例的14% 诺西山他还特别举例说 在伊朗那边不久之前 就是新冠疫情趋缓之后 人民就开始松懈了 进而让伊朗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感染 因此他就警告身在疫情红区的大马民众 其实你是有很大的风险 会将病毒跨州带回给自己的家人的 所以诺西山希望大家 如果不想再有绿区变成疫情红区的话 那就乖乖待在自己的所在地 好好地遵守卫生部所设下的防疫指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